北京的最后一段餐 太香了没钱 好久了 我快来了 绝望了绝望 北京的最后一段餐 耶 离别晚宴菜品 黑色的石头配上黑色的炸鸡 为什么要叫郁翔呢 Social room 今天要来喝酒啦 收藏好久的店 终于在离开北京的前夜来了 感觉很不错耶 现在是北京时间 快4点我要离开北京了 18点30的飞机 然而现在我还有这些送给大家的 还有一拨东西刚刚一说完 就舍不得扔的 我已经寄走了20多个箱子了 最后流离一下吧回路一下我的房间 但很好笑的事情 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 没有床单了 所以我用了包线磨 包了一层 我现在我的行李箱还没有猴上 我刚发现我的鞋拔子忘拿了 鞋拔子真的是我从小跟我外婆起用 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不可或缺的单品 竟然还有一个魔法杖 我本来为了想去环球影城买了一套 结果环球影城还没有去 我就离开北京啦 哈哈哈哈 有一支魔法棒 变大变小变漂亮 参见了北京再会 永远的浪费 浪费离开 下飞机把行李箱放在了宅家楼下大厅 第一时间过来看房我的老天爷 我真的很极限这个搬家 你们不会敢相信吗 我的行李都寄出来了 房子还没找好 太好笑了朋友们 我们在看房 现在进入了一个面试环节 真的 现在是房东的逛逛环节 哈哈哈哈 另外一组租客 我们现在盯在这儿 然后现在是我们的拉票时间 好的 刚刚我们的发言环节已经结束 现在来换下一组 我们的竞争对手在这里啊 你们两个家有微笑 很漂亮 真的漂亮 谢谢 我们不能随便加的咯 他们在这里面洽谈哦 静静等待 第一次看房看就仿佛在面试 头的哈我天哪 现在是房东公布的环节 我们都在上 太紧张了 我比高考还要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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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是的是 我们现在坐在这里 等房东的老婆过来 今天的看房结束 可以说是失败而归啊 我们输了 输得彻彻底底 输给了人家用湿 就值得了 现在已经这么多年 又不是白水了 看房日记的第几天呢 今天我打扮的还挺好看的 感觉上腰值不低 看一下我今天的看房 OOTD 好了出发 每个人都不容易 他家人们重大发现重大发现 年纪轻轻的美少女李洛尔 竟然有一个这么银白的头发 哎 搬家式的苍老和求婚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李洛尔 让他安怕赚多多的钱 别让李洛尔再饱受搬家之苦 希望今天是够年 今天晚上是我们看房的第一 不知道多少天 此刻我们在要看的一家门口 等房东的弟弟来开门 但现在呢 我谁也联系不上 我在这里占了半个小时 宅宅慢慢来 所以我要来新的 可以吗 借宿几天 哇 好多 好多 泡泡马特 哇 哇 我要即刻打开 看一下 移情 这是我的复兴故障 这睡应该很舒服了 你在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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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女儿 有鬼子来喝酒了 好酒 他主要是闪到他们毕业的时候 那个点不正好在那 他们去试一下又忧虑 看这个观众 夸张 那你评点他吧 没关系 真的 李洛尔你好意思吗 交个朋友了 还会先上来 这都不认识 真的了 你对吧 骗了一杯又一杯 走了 今天的宵夜是 在杭州买的 安徽料理 安徽人吃安徽料理 安徽人没吃过的安徽料理 安徽人没吃过的安徽料理 真的好吃 好哈善店了 街边的路边摊是最好吃的 这个哈善很舒服 绿色好显白 你们的脚可以像我一样这样张开吗 好像很多人不可以 脚好好笑 我怎么会长这么瘦啊 这样好秀气啊 长得跟李萍的一模一样 第一次贴面我出门 有一点感到压力 店里最后的一朵肥肠 当时就这么多 我说既然这么点了 那你不要吃我吧 不要吃我了 你凭什么呢 好人一斤酒钱啊 我会经常过来光顾的 不是 昨天要酒 今天要肥肠 真的 你真的可以在外流浪一辈子 不花一分钱 怕我的这个嘴巴 更送一尸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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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 怎么一个人喝两杯 你这是酒鬼 真的吗 我不喝酒 再次夜宵安徽料理 安徽人县 终于要进新家了 碰上了一个下雨的夜晚 真是永远狼狈 自成亲的战斗要开始 不要狼狈 为什么 我们好像很喜欢狼狈 狼狈是我们的代理 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们喜欢一个 就是这样 我们喜欢接受生活代理 我们现在补拍一下 这个入住的素材 说开关下 结果真的下楼了 看我这一身水 我真的死 我们来了 有这么一车的东西 吓人了 Lady GO